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卖掉了的Lexus LS500 F-Sport 那今天应该是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封城的最后一个视频 如果这个视频是你第一次看到我的话 不好意思 以这样的造型跟你见面 但是不用担心 这是我最后一个这个造型的视频 同时这个视频里面 你应该也不太会看到太多我的脸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边的这个LS500 F-Sport 开头看到那些照片呢 好吧 是跟它相隔有15年至久的这个LX470 那关于那辆车呢 好吧 回头我会专门出个视频 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今天呢 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台 我开了不到一年 然后差不多1万公里左右的 LX500 F-Sport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车是这个样子 看上去还是很好看的 当然我知道这个车的外观 基本上见仁见智了 每个人有不同的审美 但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辆车看上去又大又运动 然后看上去也很豪华 当然了 这个是说看上去 如果你要了解它开起来怎么样 以及有一些什么样的优缺点的话 那这个视频会跟你好好地 详细地进行一些介绍 好吧 那我们先从这个车头开始介绍起好了 那牵链好吧 就标志性的 现在的Lexus的样子 那有这个超大的大嘴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见仁见智吧 我觉得相比于宝马的现在的大嘴来说 我觉得Lexus这个大嘴 看上去还是比较的协调的 那车也比较大 嘴也比较大 我觉得看上去至少是不难看的 还是比较有气势的 当然这东西接受程度因人而异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这个 这个前灯 车头灯 那这个灯呢 在小改款之前有这个三条线 这个就是小改款之前的这个款 有这个三条线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比改款以后呢 看上去要好看很多的 没有这个三条线以后呢 看上去就没有那么的高端 说实话 就跟ES可能差别没有那么的明显了 反正我觉得这个车头灯看上去 非常非常好看 然后这个LED灯呢 然后晚上照的也是超级亮 所以就是科技方面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就基本上该有的东西都有 然后前面也有摄像头 然后整车也有这个360度的这个摄像头 然后该有的一些碰撞 就是警告啊 辅助啊 自动刹车什么的都有的 所以就是基本上 就是一个豪华车该有的配置 同时呢 搭配这个轮圈来说 我觉得看上去还是非常运动 非常霸气的 那我个人觉得白色这个组合搭配上这个 F-Sport的这个包围 然后这个轮圈 然后这个车头灯啊什么的 从底来 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外观是比较偏年轻化的 那就像我前面说的 我的这个车呢 那是LS500 F-Sport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运动的这个配件在上面 然后再简单说一下 在澳洲这边LS呢 有四款 那其中两款呢 是Hybrid 我知道中国可能只有Hybrid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就是LS500 那我个人建议 如果你有的选的话 强烈建议你选择没有Hybrid 因为它这个就是动力输出 然后各方面就会表现好很多 那Hybrid那个呢 在澳洲这边非常的不受欢迎 那如果你在 有这个选择的市场上面的话 我相信一般来说 LS500会比LS500H好卖非常非常多 混动跟非混动呢 又分为每个各两款 一个就是我这边呢 叫F-Sport 另外一个呢叫Sport Luxury 或者叫Luxury Sport 那相比来说 F-Sport这款呢 就是比较运动一些 它的车尾灯 它的轮圈 它的边上其实都有一些不一样 那最主要的不一样呢 是里面那些豪华配置 那我这款呢 就是F-Sport 我个人其实不是特别推荐 我开下来我觉得 如果是你选这个车的话 可能选豪华版 然后更多配置呢 可能会更加适合一点 因为它这个老说这辆车 虽然叫F-Sport 但它所有的Sport的地方呢 除了外观以外 就是它的名字 剩下的东西老说 都不是非常的运动 操控上来说 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运动性可言 好吧 那但是视觉上面 我觉得看上去 还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本身车油很大 然后搭配上这个白色的 跟黑色深色的 这个一些装饰啊什么的 然后排气管也是 真实的排气管 这个好的地方 就是E10也可以使用 就是你不是一定要加98号的油 所以如果你想省点钱的话 其实是可以做的 那本身这个轮圈应该是20寸的 对轮圈是20寸的 所以看上去还是非常有气势的 镜子啊什么的 也是看上去比较的运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讲一下车里面了 然后这个摩托士 我已经把它贴到 合法里面最黑的了 所以就外面基本上 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子 那因为澳洲这边 太阳实在太毒了 好 这个就是它开车的时候的仪表本的一些动画 那给大家看一些浮夸的东西 在这边呢 有一个我不知道这个好像Luxury Sport是没有的 这个应该是F Sport专门有的 让我先把空调打开 好热啊 好 这边呢有个转的东西 然后转了以后呢 它这个仪表盘就会变得非常的浮夸 我找个角度啊 然后这样子 我把它转 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变成运动模式 然后运动模式加 就看上去非常非常的运动 那平时呢 说实话 都是放在舒适模式下的 然后这边呢 还有经济模式 因为说实话 这个车你即使把它拨到Sport S Sport S Plus 它都不是很运动 它的车本身比较笨 比较重一点 然后操控起来 效果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 那作为我仅有的几个大型豪华车的经验呢 我开过宝马7系跟奥迪A8 宝马7系是上一代的 然后奥迪A8是最新款的 那我觉得 跟上一代的7系比起来的话 它基本上差不多 显得比较笨重 但是跟最新款的A8比起来 它的操控啊什么的 我觉得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的 哪怕它的名字叫F-Sport 那这个仪表盘不光是这样 它这边还有一个更浮夸的地方 我按下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它这个会动 就是据我所知 这个应该是LFA传承下来的一个仪表盘 有没有是不是很浮夸 就是它会动来动去这个样子 然后你如果切换模式 它会告诉你哪里需要休息啊什么的 然后有一个G-Force 好不好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用过 对于这个车 我为什么要知道它G-Force能开出多少来 它是一个大型豪华车 而且从它这个操控上来说 我觉得它基本上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个 好不好 所以就是你看都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模式的 这种就是东西给你 但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怎么说呢 基本上应该就从LFA上来 下来就直接放在这里 没有进行任何的就是更改这个样子 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对于我常用的模式来说 我是使用这种舒适模式的 方向盘的这个尺寸大小非常适合 作为一辆这么大的车来说 它的方向盘就很小 然后拿着握在手里的握感超级的舒服 比较厚实的一点的这个方向盘 然后尺寸比较小 然后这个皮的做工非常非常好 然后这上面有一些打孔 然后本身是有加热的 然后上面的按键也不会让你非常容易误操作等等的 然后虽然有这个拨片 拨片其实这个手感也非常不错 完全金属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 对于这辆车来说 它的所有的Sport的地方 可能就是这些F Sport 设计合理 然后方向盘手感超级超级的好 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么明显的这个体验 是因为我的这辆车上一辆 这辆车之前的那辆是丰田的Supra 那Supra我其实蛮喜欢的 我知道很多人也很喜欢 那有一个比较明显 对我来说比较明显的劣势在于 它的方向盘实在太不舒服了 那对于一辆车来说 方向盘它舒服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一旦不舒服的时候 你一直在摸 不管你开几万公里 你都在摸这个方向 一直在摸的 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烦 那从Supra换到这辆车以后 其实我感触非常深 摸起来非常的舒服 那我个人另外一个非常喜欢的 就是它整个中控的设计了 这个中控肯定谈不上是什么浮夸 Fancy或者是哪都不算先进 但是对于我来说 如果是一辆长期想保有的车来说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那如果你相比最新的比如奔驰S-Class的话 它这个设计明显就显得比较的保守 但是保守对于我来说 可以可能以我这个年纪跟我接触的车来说 我觉得保守反而会更好一些 那有一些比如说我之前买的奥迪A8 新款的A8 或者是目前新款的这个奔驰S-Class 你都会看到超级多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氛围灯啊什么的 我觉得当然一开始开这些车 你会觉得很好很好看 尤其在晚上 你会觉得就有一种就是去到夜店的感觉 但是开多了以后 你会觉得就是这些东西过于的浮夸了 而且这种东西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就是一般会有个小改款以后 你就觉得你自己车弱掉了 然后如果换一代 比如说在三年或者五年以后 你就会觉得这个车有点看上去有点落伍了 最明显的就是一些屏幕多的 比如说你说Tesla就是Model S 之前就是有很多屏幕 然后没有什么按键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哦好好看 好先进啊好科技啊 但是说实话那些东西很容易就落伍了 而相比这些比较扎实的做工 非常高级的按键 这些东西的话就很很不容易落伍 就是这些东西就金属的这些东西 你就会觉得摸在手里非常扎实 然后这些按键就是你会觉得 就是我不知道是我年纪大了吗 就是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豪华车商该有的 当然对于厂商来说啊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高的成本 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希望放更多东西在 你会看到以后的豪华车会有越来越少的按键 越来越多的屏幕 屏幕都是触摸的 那我个人老说一开始足了一开始觉得新鲜以外 其实到后面我是不太喜欢那样的设计的 那这个也是我之前那台A8L我就不是特别喜欢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汽车跟其他的科技产品不一样 汽车因为你在开有安全性 有方便的那些东西的考量的时候 出摸屏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但是呢对于厂商来说 科技感更强烈一点 而且比较容易显得旧以后 能促进你买更多的新车 所以可能之后我们看到的车会越来越多的节省成本 然后去掉按键 然后更多的出摸屏啊什么的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遗憾的 那我觉得这一个小改款之前的这个款 就是没有出摸屏 当然在使用上面就没有那么方便 你需要用手在这个touchpad在上面操作 但是好处是它看上去真的非常好看 非常经典 那小改款之后的这个 它把这个屏幕放到外面来 然后变成了触摸屏以后 我觉得整个高级的感觉就没有这么的强烈了 那对于我来说 那就是看上去好看 经典这件事情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吧那这个就是里面的这个了 然后座椅 座椅最尴尬的地方在于就是它这个座椅 不知道为什么在照片或者视频上显示看上去就非常难看 非常老气 但是实际上它是非常非常好看 非常非常舒服 非常非常高级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管是照片还是视频上面 包括我之前在网上看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个座椅看上去可能是花纹的原因 但其实它上面都是都是非常高级的打孔 然后就是有加热有通风功能 其实近看是好看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远看了以后就看上去非常老气 我觉得可能是花纹的原因 座椅做的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如果你要跟我之前买的顶配的A8比的话 我觉得A8可能更加舒服一点 但是应该这个座椅也是非常顶级的 就是豪华车的座椅了 就是非常舒服 但是我个人的一个极大的抱怨在于 它的这个车就是F Sport的这个车 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张位置是有按摩功能的 就是我觉得非常遗憾 那作为Nexus来说 明显应该放一个按摩功能在上面 才能让人觉得就是更加的豪华 但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那就是它没有这个按摩功能 所以驾驶座也没有 然后然后后面的所有的座位也没有 后面的座位我过后走过去再跟大家说 那后面这个座位呢 也是没有任何的按摩功能的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门边上 这个门边上这个是我觉得LS500的这个一个特长 一个特色 那因为我这个是F Sport 所以就是基本上只有这么一个选肥剧 你看到里面东西都非常年轻化 非常非常的运动 那包括上面的顶也是都是这个 这个这个应该叫什么 鸡皮 翻毛皮 Alcantara 那所以手感超级超级好 摸起来超级舒服 同时这一块金属的这个 就看上去非常的日本高端的东西 就是就我觉得就摸起来非常舒服 然后看起来也非常舒服 然后包括这个皮的缝线啊什么的 整个就是全是高级 既然你能摸到底啊都非常非常高级 然后包括这些按键啊什么的 我觉得做工也非常的好 那这边的这几个按键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用料做工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我觉得依然是在水准上面的 那整个缝线啊 整个这个使用的皮啊什么的都手感非常好 然后这一边这个摸起来超级的舒服 包括这个上面的所谓的这个顶啊什么的都是都是皮的 那包括这个把手 门的这个把手呢 它其实也没有脱工减料 也是使用的皮的 所以摸起来都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我个人尤其喜欢这种 就是看上去很运动很年轻 然后它这个扶手这边有一个特色是 它看上去像是悬浮状态的一样 就是你看你从哪个角度看 它都好像是没有东西连着的 但它其实是有一块东西连在那里 但是看上去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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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唬人 非常非常好看 它其实边上是有一个 在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个东西连着 但看上去像是悬浮在那里一样 就是非常非常好看 设计的很有很有意思 那就像我说 它跟德国车的那些比起来 它没有那么的浮夸 就是没有看上去那么的吸引眼球 但是能感觉到就是日本人的这种 就是我们说工匠精神也好 我们说什么也好 就是看上去比较有意思 反正我是开习惯了以后 我觉得是我是从发自内心的 能喜欢这个 这个这种东西的 能体验到这个东西的就是用心的 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 内饰我觉得非常喜欢 那包括这边大家也看到 就是包括连这里都全是皮的 那基本跟我之前的A8的顶配是一样的 就里面基本上能看到的东西都是 皮的用料都是比较好的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是它这个门是有电锡门的 然后门的这个重量非常非常好控制的 它不像是欧洲车有电锡门的那些车 就是它需要一直用电锡门 因为它平时就会感觉 你就会感觉门很重 然后自己不容易关上 然后一直要使用电锡门 有时候你要没有关到那个地方 它没吸住的话 就要重新再关一下 就你会觉得比较麻烦 但是Lexus LS500的这个门设计的就是重量刚刚好 听上去又高级 然后它的电锡门如果你没关好的话 它又需要又会用到电锡门 但是如果你正常使用的话 你又不会感觉到电锡门的存在 就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融合在这个里面 然后就是这个控制的这个力度就非常非常好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超级好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的这个窗户的这个设计 就很德国 因为一般来说 我经常觉得日本车有一些东西 它设计的不是那么的欧洲化或者德国化 那在这个窗户设计上面 就是升降上面 我就觉得设计的很好 听到吗 豪华的味道 豪华的声音 就它这个窗户开关都非常的豪华 非常的有德味你知道吗 就非常的豪华听上去 但是呢 好吧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它的天窗开关起来 听上去就非常的不好华 我个人其实非常纳闷 但是还好我天窗不常用 我可以给大家听一下 这是开关的时候更加的不好华 你听到最后那一下吗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天窗开关起来 就是感觉非常的非常的 入门级车型 听到吗 好我刚才说过我很喜欢各种各样的按键 那在这个Lexus上面呢 有一个这个这个按键设计的非常巧妙 它把这个设计成音乐 音乐开跟音乐观 同时呢 在这边可以选择上一首歌下一首歌 就把两个键整合在了一起 我个人觉得这个设计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巧妙 我在其他车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那我不喜欢的地方呢 在于它的这个这个空调的控制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费劲了 大部分情况下我使用这个自动 然后调温度什么的 可以在这里调 然后就是你要调各个方向什么的 你就没有办法从这个上面调了 你需要进到这个菜单里 而进到这个菜单里 又需要使用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 任何需要使用到这个touchpad 我都觉得不是特别的友好 但是呢 说实话习惯了一段时间 你其实也就习惯了 好吧那我个人更加不喜欢的是 这个就是钢琴面的这个面板 这个是什么 就是就是钢琴的这个漆 那这东西非常容易刮花 而且就是会沾着很多指纹啊 会沾着很多这个痕迹 我个人会觉得 以前我觉得其他的那些木头 看上去会比较老气一点 但是我现在觉得 我宁愿看上去老气一点 我也不情愿它是这种钢琴面的烤漆的 这种东西 我觉得不是就不是特别美观 而且看上去不是特别的高级 那这个这个挡把 应该是叫挡把 就是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的舒服用起来 就是就是看上去也很好 那当然如果要是能设计的更加复夸一点 就像德系车一样 那我觉得会更加好一点 但我觉得对这个没有什么抱怨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电动的这个后面的窗帘 那这个呢是这辆车仅有的几个豪华功能之一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车什么都好 看上去也好 呃就是也可靠 然后各项功能设计的好 用料也好都好 但是有好多我个人觉得必备的豪华功能呢 它是欠缺的 过后呢我做到后面跟大家详细的说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呃空气悬挂 然后可以稍稍的把车抬高一点点 不明显但是能能抬高一点点 那可以增强一些通过性 但这个车还有一个非常非常人性化的地方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是 你在车打开门的时候 因为它是个轿车嘛 我把这个 因为它是个轿车啊 所以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 但它有个好的地方在于 你把车门打开以后呢 它车会稍稍的上升一点点 我觉得你可能看不清楚啊 就是看不出来 但是你能感觉到就是你脚抬起来的时候 你就不用就跨过去以后 就不用陷下去那么多 我觉得这个设计其实是非常日本人的 非常非常人性化的 就它打开车门以后 它的车会稍微抬起来一点 让你坐进来 然后把车门关起来以后呢 它又会再滴下去 那这边就是个 刚才我说的这个 稍微把车抬起来一点点的地方 那这个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的 可能在Sport Luxury上面会有 那这个呢就是调节 呃座椅的这个这个就是方向啊 呃记忆啊 以及就是这个加热功能 加热通风功能的 那就像我说的 它没有这个按摩功能 我个人真的是非常意外 因为配置这么高 售价这么贵的时候 居然没有按摩功能啊 好那这里是杯架我就不多说了 就像我说的 我不喜欢这个面就很容易刮花 然后边上这个金属 我觉得是ok的 然后整个什么也都ok 横线也都ok 呃杯架也没有加热制冷功能 但我觉得Sport Luxury应该是会有的 重点说一下这个23个speaker的Mark Levinson 那这个呢 哎不好意思你们看不到啊 这是个比较黑 那这一个speaker呢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我选择它的原因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差点当时就没有想买这辆车的原因 那我试驾的时候 第一个感受就是说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操控就是跟我想象的有一些出入 跟我预期的吧 就是我需要的会差一些 那呃我当时觉得比较遗憾的 那我另外一个觉得这个车的卖点 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它 你不需要加任何的钱 你就可以有这23个speaker的Mark Levinson 那它有各种各样的 就上面有各种各样speaker 然后在这边也有各种各样的speaker 然后在后面有各种各样 就总共会有23个喇叭在这里面 但是比较遗憾的呢 是这个声音效果 不是我想象当中那么好 或者不是我期待当中那么好 或者不如我很久很久以前 做上一代的LS600H的时候 我当时的体验印象里的那么好 那我不知道是我当时印象里 就可能我当时没见过世面 我就觉得可能 但是我不清楚 就至少你在驾驶座的这个位置上的话 它虽然有23个speaker 但是其实效果是 就是中等偏上一些 不是那种顶级的水平 但是比较神奇的是 当我坐到后面去 我在家里试了一下 坐到后面去以后 你能感觉到它speaker的效果 会好很多 但是好吧 一来我不可能坐在后面听这个东西 二来我觉得对于F Sport 就是完全专注于开车的人的体验来说 它这个设计或者调教 我觉得其实是不太合理的 好吧这个车有很多冲突的地方 有很多很好的地方 但是有很多就是让你觉得 你怎么会是又突然一下变成这样的地方 就比如说这个中控这边 什么都看上去特别高级 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屏幕 你看到吗 真的看上去好高级啊 但是这个屏幕什么都做不了 就是它一直永远都这样 当然晚上看可能会更好看一点 但是就是你什么都做不了 你什么都改不了 你甚至改不了它里面的这个就是背景 是什么样的 什么都做不了 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些些遗憾在里面 好吧 就比如说虽然车这么不运动 但是这个仪表盘怎么会这么的运动 好吧 就比如说这个窗户升降简直是豪华 就感觉是就是最豪华的那一类车里面的 但是天窗怎么会声声音听上去那么的不好 就是你会觉得有很多 嗯就差一点差一点的这种意思 好吧那还有什么要说的 那该有的反正功能什么的就是这里还有CD 你知道吗 就是你能看到这里有CD吗 现在有多少车有CD这个样子 那前面有一个有一个超级大的抬头显示 这个样子就导航什么的也能帮你导航路线 当然跟最新的S-Class的大小是没法比的 但是在据我所知在S-Class推出之前 这个可能是你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大的抬头显示 很大 然后如果导航什么的上面都会显示 好吧三组这个三组这个记忆座椅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反正就用起来很好用 好刚才录到一半啊 视频长了点 然后相机过热了 我关机让它冷静了几分钟 接下来我们接着讲啊 那这个空调啊各方面的话有一个专门的菜单 然后因为你好多东西你需要进到这个菜单里面 然后使用这个触摸板 老说用起来不是那么的方便 那它里面有一个所有的东西都全自动的 叫这抗C edge功能 基本上就是你设定了以后 它根据外面的这个温度啊 然后冷还是热 把你自动把这个空调啊 调到合适的温度 然后把你的通风啊加热座椅啊什么的 自动把你打开 然后如果需要的话 它也会把那个加热方向把打开 这功能挺好的 理论上概念上是挺好的 有时候它不能完全掌握我的意图 所以有时候就比较尴尬 你必须强迫自己使用这个进到菜单里面 进行各种各样的调节 用起来怎么说呢 不是那么的方便 好吧 所以就是我希望是很多东西都是一个 简单的实体的按键在这里 让你就选风往哪里吹啊 多大的风啊什么的等等等等 好吧就是还是有一些些麻烦 那呃说到这个空调的话呢 那在后排我有更多的抱怨 那在前排基本上我觉得我能介绍的东西 应该都已经介绍了哈 呃然后还有什么就是这个 呃上面有一个F-Sport的标 所以总体来说座椅什么看上去还蛮运动的 那基本上前排能介绍的就这样了 呃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扶手箱这边 扶手箱没什么特别的 里面也没有冰箱也没有什么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扶手箱 然后有这个呃 Apple CarPlay的地方 就是可以从这里接上你的手机 然后连到上面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啊什么的之类的 好吧 好那钥匙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算是算是 我觉得算是比较小巧 比较可爱比较好看的这个一个钥匙 没有什么浮夸的屏幕啊什么的特殊的功能在上面 呃但是不知道Lexus为什么不像其他的德国车一样 就是你车锁了以后 呃车停了以后 如果你比如说忘记关窗了 关窗天窗什么的 你按这个东西长按 但是没有办法帮你把所谓的窗户关起来 所以你必须要把车在就是电池打开以后 你再把那个用用这个边上的这个键啊 把窗户关起来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方便 那德国车里面我开过的德国车我印象里 基本上你没有关窗什么的 你叫长按这个键 Nexus没有这个功能 同时他也没有这个就是你在远程 可以让他先把火打起来的这个功能 好吧所以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个钥匙 但看上去还挺好看的 好接下来我们移到后排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后排的我的一些抱怨 好接下来呢我们在后排 再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车啊 就是老说这辆车 其实设计上面并没有太着重 为后排的乘客考虑 虽然我个人其实买了这个车 可能我做过一次这个后排 但是说实话 这么简陋的这个这个级别的这个车的后排 我其实是有点震惊有点不满的 这个也是很大程度上 我想卖掉这辆车的原因之一吧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之后再跟大家讲 那先看一下后排的后排的这些配置啊 那这个就是后排的这个空调通风口 你可能觉得这个空调通风口开上去做工用量 什么的也还不错啊什么的 但是我跟你说这下面什么都没有 这里什么都没有 就是他完全没有分区 没有任何的可以设定的功能 他只是单纯的一个开跟关的这个后排的这个空调通风 我震惊了你知道吗 我完全震惊了 就是我没有想到在这个价位 这个级别居然没有任何的可以控制 就不是一个四驱分驱空调 我真的震惊了好不好 这个是我觉得最让我觉得震惊的一个地方 那呃所有的做工用料什么的 基本上跟前面是一模一样的 只会只会让你觉得空间更大更舒服 所以就是做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包括前面我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板啊 呃都是都是看上去就是非常高级的东西 好吧那这个如果没有出意外的话 这个应该是个Mark Levinson的音箱 就是如果你要现在能看到的话 这个是非常夸张看上去 就是很高端很高端很舒服 那下面应该也是个喇叭 我说过这个车有23个喇叭 所以你看这个上面还有Mark Levinson的这个标志 那他没有一个全景天窗 他天窗尺寸是很小的这种 没有全景天窗是因为在小改款之前 据我所知他是没有办法 呃把这个音箱跟天窗做在一起的 所以就是上面装了这个 23个speaker的这个音箱以后 他就天窗就是这个小小的 我个人觉得无所谓 但是作为这辆车来说这么大的车 然后呃内饰又是深颜色的 其实在后面真的蛮暗的 你从这个相机上我现在已经看出来了 好吧 那这边也有空调的这个出风口啊什么的 所以就是呃该有的这些配置 其实他是有的 那我把相机参数调一下 都有的 然后呃就是只是这个没有四驱这个 我觉得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这边呢还有一个点烟器的这个头 然后在这边打开以后 你可以看到有几个手机充电的这个 USB的这个口 那在这边呢依然好吧 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让你操控的配置 这个我也是非常非常震惊的 因为在Sport Luxury上面 就是该有的所有的配置都有 Sport Luxury上后面这边是有有这个屏幕 然后这边有那个遥控器 然后所有的该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有 但是在这个Sport上面 因为完全可能着重运动以后呢 就这个减配的有点太厉害了 对我来说 他唯一有的功能就是座椅加热 然后两边都有座椅加热 然后这个自动呢也是自动加热座椅是什么级别的 所以这个是可以调整后面的这个呃 后面的这个刚才展示过大家这个这个窗帘 那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的功能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把前面的座椅 往前挪一点 但是我觉得也太简陋了吧 连最基本的说我要放 把这个后排放的稍微倾斜一点的功能 居然没有耶 就是它这个座椅是完全不能动的 就是我非常正经 尽管我说实话 它坐的非常舒服 但是完全不能调整角度 而且这个车是这么长的情况下 有这么大的空间 你不能调整这个座椅的角度 我觉得是有点过于的运动化了 有点本末倒置了 毕竟买这个车的人 其实他不是要追求完全的运动啊 好吧 那这个上面就是一些灯啊什么的 就是都平平无奇了 不像我之前的那个A8看上去 就是各种各样的触控设计啊什么的 那么的浮夸 话说回来就是它所有的这个做工设计 依然是保持着超级高的这个做工用量 那唯有这个挂钩可能是塑料的以外 塑料的以外 基本上所有的就包括这个扶手也是皮质的 然后这边你看 你看到这个下来的这个感觉就是多么的慢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豪华车的这个感觉在上面 然后整个这个你调整它角度的这个感觉 就是就是有一种五星级酒店的这种感觉 就是就是高级 好吧这个我觉得日本人在这方面 其实设计的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我想要的一些功能 他居然没有好吧 对于后排来说 我觉得他真的是比较的让人失望 而且他这个后排的就是因为车设计的 比较有这种就是弧线的感觉吧 我觉得后排的头部空间没有腿部空间 那么的大可能比较适合腿长上升短的人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身高1米85 然后上升又比较长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会撞到这个头顶 那基本上来说就是这样了 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它这个电锡门 就它这个门设计的重量非常不错 电锡门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你其实感觉不到它的电锡门存在的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后备箱 有一点 大部分情况下丰田的车或者Lexus的车 你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操作是让你觉得不愉快的 但是在这辆车上面 脚踢开门关门就是我基本上没有办法能完成 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给4S店里人也问过 他说这个功能是好的 但是有时候操作起来比较不容易成功 好吧 那后备箱空间算是比较大的 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像我说的它后排也没有冰箱也没有什么的 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后排 那这个车的后排是没有办法放倒的 因为它是个豪华车 它不希望你在上面运家具 好吧 然后该有的一些什么急救包什么的 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我换下来的车牌 最后再简单说一下驾驶感受了 那驾驶感受老说我是比较的失望的 它的发动机使用的是 6缸的带涡轮增压的 300多千瓦的发动机 就非常夸张 输出功率超级高 但是比较让人觉得遗憾的是 它的加速水平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操控上面我觉得调教的也是非常非常保守偏舒适 但是它的舒适性呢又不如同级别的德国车 我觉得做的那么的舒适 它的悬挂在路面比较差的情况下 尤其是一些就不是最差 但是稍微有点咯噔的那路上 反馈的非常明显 让人觉得就是把所有的不该 就该过滤的东西都没过滤掉 然后不该反映出来的这些坑坑答答 什么的那些东西都反映出来 所以做起来没有那么的舒服 相比我之前开的那个A8来说 新款的这个A8来说 我觉得它这个不是表现那么的好 那动力方面也是一样的 虽然它有账面上有300多前往 就400多匹的这个输出 可以对于3.2 3.3 3.4的这个发动机来说 我觉得表现是很好的 但是说实话实际体实际体那种 你感觉不到它的发动机动力很澎湃 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让我觉得比较的遗憾的 那让我觉得最遗憾的是什么呢 那是它名字叫LS500 但是它是用的一个是6缸的发动机 尽管好吧 尽管我们实话实说 这个6缸的发动机表现 其实比绝大部分的8缸自然吸气的 其实要好很多 因为它有300多千瓦的这个输出400多匹 那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 作为一辆顶级车来说 有时候不光是看你动力输出表现 还是要看你实际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使用当中 以及它这个刚速 那对于我来说就是如果这个级别的车 还不能使用8缸的话 我就会觉得有点欠缺 个人有一些小片子 我觉得就是就是刚速还是能代表 某种程度上还是能代表车的豪华程度的 当然这个6缸其实也很平顺 也很也很柔和也很输出 其实也挺高的账面输出至少 感觉400多匹其实很不错的 但是呢我觉得作为LS500来说 作为这个Lexus里面所有的最顶级的型号来说 我觉得是遗憾的 好吧因为LX570或者是最新刚推出的IS500F Sport 都使用的是8缸的发动机 那包括是同级别的比如说 宝马750也是使用8缸的 或者是奥迪的S8也是使用 当然就那些车价格都要比这个贵很多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级别上使用6缸的话 显得有一点点没有诚意或者有一点点保守 或者是好吧就过早了 就是当然我知道之后肯定也是 刚速都越来越少之后都换换换成电动车了 但我觉得作为就是17年16年就已经推出的车型来说 早早的把8缸换成6缸 我觉得有点过早了好吧 在这个级别在这个市场里面 我觉得还是对大家对刚速还是有追求的 好吧那最后再总结一下 这个就是我对LS500的开下来的一些感受了 我大概是开了9000多不到1万公里的这个里程 我买的时候大概四五千的公里数 好吧那这大半年其实这辆车到后面我开的比较少 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封城了 我这边封城了三个月 那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我就是觉得它操控上面没有我想要的那么好以后呢 我对这个车的热情渐渐有一些下降 所以后面开的越来越少以后呢 我就决定把它卖掉了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买这个车的时候 我准备留它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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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 就如果你准备留一辆车很久的话 它一定是辆日本车 它很有可能是辆丰田车 那对于这辆Lexus来说 我觉得就是它符合了绝大部分我想要的 要求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刚速 有一些比如说操控 有一些比如说 虽然有23个speaker 但是就是音质效果没有想要的那么好 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我需要按摩 它没有办法帮我按摩等等 这些功能以后呢 我觉得最终我还是没有把它留住 好吧 但是说实话经过最近的这几辆丰田车 不管是Supra 不管是LS500 F Sport 丰田在我心里已经埋下了一个大大的重资 所以接下来如果我要买车的话 丰田这个牌子应该是我的首选 那这个内容呢 我会放到最后另外一个视频 就LX470的那个视频里 回头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要是对摄影类的视频有兴趣的话呢 记得好吧 强烈建议你关注一下我这个频道 那平时我也会开开车 开开车跟做一点汽车的视频 那如果你对数码类的产品有兴趣的话 我还有另外一个频道叫顾骏开箱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 好吧 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内容 那你如果纯粹只是对帅哥有兴趣的话呢 强烈建议你把我两个频道都关注了 因为从明天开始不出意外的话 好吧 我就会恢复成那个帅气的样子 那我们就很快在下一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